这里就是开机画面 然后接下来呢 添加打印内容日期 就点击这个添加文本 然后这个是 然后点击这个编辑 然后这个是文本 就是我们输入什么 它就打什么 这个话是可变的 那个自己会根据日期不同 变化的那个生产日期 这个是时间 我们最主要用的是这个 编辑文本 编辑你所需要的内容 这里是各种语言 这符号 是英语 然后这里底下这个就是阿拉伯文 要编辑你所需要的内容 然后点击下来 确定 然后这里的话 阿拉伯文字需要选择 选择那个双线 需要双线的这个才能显示的出来 双线里面的有 有两到三个日体 最主要是这两 这三个 你可以选择一种日体 然后点击确定 它就可以显示了 这是双线的 然后编辑完成之后呢 你可以就点击确定出来 它就有你添加的那个内容了 然后呢 这里的话还可以贴 这里是选择你所编辑内容的大小 合不合适 这里是锁定此原本的比例 如果你要是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锁定比例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不会日体才不会变形 然后调节你所需要的比例 好像我现在我要20 20mm 确定 它就变成20mm大 然后这边呢 是一些 是一些调整 机器的那个调整 就位置调整 然后旋转 然后这个居中 一般经常用的就只有上下左右 然后还有这个居中 调整完之后 好像你要打四行 四行的话 我们还可以继续添加 继续添加其他内容 这个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可变日期 这里有各种的那个日期格式 不同的日期格式 选择你所需要那个日期的格式 然后点确定 它这里是可变的 就是会根据我们不同的日期化 变它随时变它的那个生产日期 好像我们今天是一号 它明天就成了二号了 它会自己变的 但是阿拉伯文的话 目前还没 阿拉伯文就只能你自己去改变 然后这里是各种那个日体 你喜欢的日体形式 那点是确定 确定 它来在这里 选择 这是我们刚刚编辑的 然后我们也把它改下尺寸 20 然后调整好 调整好它的 调整好它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你有四行的话 你就可以不断添加添加不同的内容进来 还有这个是时间 多少点 调整好你所需要的内容 这样就这就是编辑内容 那让我们来发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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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